呼吸呼吸 安马王子李志凯苦练招牌动作 汤马是回旋 不小心手一滑 扑倒在安马上 为了成就完美 他不怕痛 又再爬起来 碰的一声惨摔到地板上 李志凯腼腆笑笑 又爬起来 一次次的落马 没有让他放弃 誓言奥运要夺牌 真的他办到了 台上45秒完美演出 他花了20年的光阴苦练 看他成功的时候 我们真的大家都表累了 真的难得 因为20年了 从幼稚圆带到现在25岁 然后终于可以站在东京奥运 告诉国人 这是我们最完美的一次的 完美落地 夺牌背后多少汗水与泪水 教练林玉信最清楚 李志凯六岁就被林玉信挖掘 教练阳格 父母舍不得孩子这么辛苦 干脆直接把孩子给带回家 不过好险有他 居中协调 练了个选手那么久 你就把他放掉 我就跟家长讲 家长想一想也对了 练那么久了 对不对 辛苦那么久了 为什么要放弃 重重阻碍 挡在李志凯面前 他曾在训练场 眼神迷茫 因为担心付出的 不一定有收获 2016年挑战里约奥运 却落马 失败修场 也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 觉得他技术是很优 但是就抗压的成分非常低 我们台湾的成绩上面还抗压不了国际赛事 所以我们积极在2016年的里约晚 我们就是往外送去参加各大型的比赛 碰到大赛 老实失常 教练认为既然却场就更要上场 李志凯也越挫越勇 主意扫荡各大赛事 从2018年亚运安玛夺金 一路杀进东京奥运 但全能项目两次落马 在在考验李志凯的心态 不过这回王子成功对抗心魔 顶住压力完美落地 也博得教练夸赞 更让世界看见台湾 但安玛王子的故事还没结束 他还要再进化 为三年后的奥运金牌梦热血奋斗 东森新闻代志坚 王志宇留米生 一栏报道